我们就进入这个 伯光菜跟谈 事实上大师分了好多主题 不过我们看不同的主题的内容之间 一方面它意义必须是贯通的 那么二方面呢 其实也很难做分类 所以这个分类其实也是一个大致的分类 那么接下来这个主题是谈慈悲智慧 这个忍难 那么我们看这一条 我引了红字的这一条 我们在座诸位都是人 这里是没有错 很可以确定的 其实这个确定的意思就是 通常国教会讲 人生难得 所以我们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来成长 成为人这样子 成长就需要经过人事的历练 人事的历练就是在跟别人互动当中 而且要做事情 如果不做事情就没有互动 那也不会有艰苦 所以不要怕做事情 不要怕跟别人互动 那个其实就是人成为人 人的成长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然后呢 还要尊重别人的存在 才能扩大 那我们自己在操场练跑步 越跑越快 身体很健康 但是我们参加运动比赛 得了第二名 或得了第二十名 或得了第一名都好 参加一个互相友爱 公平竞争的运动比赛 那么我们锻炼身体 跑步这件事情 它的意义扩大 我们也激励了别人 爱护身体 运动 追求健康 我们也在跟别人的互动当中 完成了一件社会公共的事情 所以在跟人事的历练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了解别人的优点 跟缺点 同时接受自己的优点跟缺点 那么我们的生命的意义 人生的幅度 才会不断的扩大 好 这条很简单 你看下一个 时间是人生真正的资产 学问是人生真正的财富 智慧是人生真正的力量 健康是人生真正的快乐 自由是人生真正的幸福 慈悲是人生真正的暴躁 那么心理大师想事情 通常都会做一个非常广度的影响 然后再深度的思考 那么就能够把很多事情的意义 做非常精确的确定 但是这一个思路呢 其实经过很多的联解 时间是人生真正的资产 因为你还有时间可以学习 因为你还有时间可以获得 因为你还有时间可以成长 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这样子 那大家在这里过团体生活 那你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时间 给大家三秒钟 会不会觉得在团体中成长 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 或自己的时间很少 或虽然很少可以充分利用 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没有 没有 很好 我是这样想的 其实任何时间 不管你是生在团体中 还是在自由的状态 所有的时间都是你的 在团体中 就是团体的结构中 去成长 去用心 所有的时间都是你的 所以时间是人生真正的资产 那请问你一天有多少的资产 24小时 还是12小时 还是8小时 厉害的人就是24小时 连睡觉都在成长 因为他不乱做梦 那一般的人呢 就是可能白天8小时的工作 在成长 那总之呢 所有的时间 你都在运用的人 那你的资产就是最多 无所谓 无所谓在团体中 在心腹中 在休息中 在休息中 就不是你的时间 好 学问是人生真正的财富 因为用了学问的目的 是要去服务的 要去扩大自己 扩大社会 要去做事 要去成长 那么我们的学问够了吗 那么在座的是学生 应该都会很谦虚的说 学问很够 不过就算将来大家 能够宏图大展 做很多的事业 论后 我们也要有所认知 学问还是够的 意思是说 因为你还要成长 因为你还在成长 因为你做的越多 你就看到更多 该做 可以做 还没做的事情 所以学问 没有够了的时候 而且学问 必须一直 增长 一个一直在增长的人 这个人是增长的 一个人开始 只用过去的东西 而不愿意增长的时候 他一定会干一件事情 就是不希望别人成长 这个时候好人 就有可能变坏了 所以自己还在成长的人 他就会很盼望 别人也一起成长 否则要带动别人 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你必须常常运用到 待会我们要讲的一种 很重要的能力 叫做肥乃 所以 每个人都要持续读书 持续成长 水会流通 大家会相处的 很愉快 我们自己不成长了 我们肯定要阻碍别人的成长 别人不成长了 我们肯定要很忍耐 很宽容 尽量把它拉往成长 如果它一直不成长 那我们也没干过 好 智慧是人生真正的力量 有力量你才可以改变世界 才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但是呢 会有很多的阻碍 那么你要想办法去化解 那么就要了解细微的地方 那个细微的地方就是别人的念头 它在想什么 然后呢 你要能够应对 应对包括你要能够忍耐 能够宽容 能够沟通 能够让对方放松 能够让别人放下 能够让别人感动 最后人家愿意跟你一起 关键就在于 人家被你感动 所以我们 智慧没有用到 可以感动别人的时候 别人的力量 会成为我的力量 我的力量就那么有限 所以智慧会变成力量 就是智慧会让所有的人感动 所有人的力量 跟你结合在一起 所以各位同学 你能够感动几个人 你的智慧就有几匹马力的大 当你感动别人的时候 你就是领导者 领导者才能够办大事情 所以一定要跟别人互动 好 健康是人生真正的快乐 人生还有很多别的快乐 不过很多别的快乐 结果会带来痛 所以算了 唯一就是健康 加上心里的健康 也就是智慧 那就可以永远快乐 永远自在 虽然还有很多办不成的事 一时办不成 虽然还有很多无法 好好跟你相处的别人 那都是一时 长久来看一定会有可能的一天 那就是我们要活得很健康 心里健康 身体健康 自由是人生真正的幸福 一样 幸福跟快乐 还有很多别的事情 会让我们感受到幸福跟快乐 只是很多别的事情的 幸福快乐的事情 最后会带来舒服 那么这就决定于我们自己 如何扩大 以及如何放下 如何减少 舒服 最后心平气和心安理得 还是最大的幸福 跟快乐 那其实 就是天下人都成佛了 才会真正幸福快乐 所以抱歉 蛮难的 可是除了这一点以外 其他的幸福快乐 都会带来幸福 因此也会带来痛 所以就是 自都度的利己利他 就是生命唯一的意义 慈悲是人生真正的宝藏 宝藏就是好东西 得到宝藏 你就可以得到天下一切的东西 因为宝藏是最昂贵的 那为什么慈悲是人生真正的宝藏呢 因为只有慈悲 才会有无限的可能 你对这件事情慈悲 那么你就能够忍得下 别人对你的伤害 你对这件事情慈悲 那么你才愿意 愿无悔的去付出 所以你对事情慈悲了以后 你就会去积极的做一件事情 因为你无法忍得住 你无法忍得住别人在痛 你无法忍得住事情不远 所以你希望它能远 它够远 所以你会做很多的努力 去做很多的事情 然后呢会创造新的局面 所以慈悲就是行动的动力 马达 发动机 因为你看不过去 那我们也可以对很多事情 见惯不惯 对很多事情呢 就麻木不忍 那我们就不会想要去改变 所以你看到什么事情 你动心了 那么你忍不住 你要动手去改变 那么世界会因你而改变 所以你会得到很多东西 所以慈悲才是真正的宝藏 因为它可以变化为 行动的力量 成就无限的事物 有无限的可能 好 谦虚服务才有前途 礼貌尊重才有人缘 良好习惯才有威仪 勤俭好学才有成就 那么我们要 为社会服务要有能力 能力就必须好学 好学有能力 才能够真正为社会服务 才能够有成就 威仪 威仪就是人家看到你的时候 你是老师 像个老师的样子 你是驾驶 像个驾驶的样子 你是警察 像个警察的样子 你是学生 像个学生的样子 你是出家人 你是出家人 像个出家人的样子 所以 什么样的角色 都要有个样子 那么就要有良好的习惯 不一样的角色 有不一样的要求 不一样的标准 必须长久培养 他能够像个样子 像个样子 就会有威仪 人家知道你可以做到 那么就以你那个角色 来跟你互动 你是老师 把你当老师 跟你互动 你不像个老师 你再也不想跟你互动 所有的角色 都一样 人缘是在跟别人互动当中 别人愿意跟你相处 如果你很难相处 那就是没有人缘 没有人缘以后 你想服务社会 也很困难 很抱歉 你想要人家服务你 也很困难 所以人要有人缘 有人缘就是好相处 好相处的就是 你对待别人 礼貌 尊重 那别人对你 你就觉得舒服 愿意跟你相处 你就好相处 所以我们主动对别人 礼貌尊重 我们才会变成 好相处 我们自己好相处了以后 我们才有可能 为社会 帮助别人 同时呢 如果我们需要阿弥 也才有可能 别人愿意帮我 礼貌尊重 跟谦虚服务 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说 我们要服务 但如果服务的态度 不是谦虚 就会变成 我们是在指挥 所以我们常常在服务社会 但是服务是服务 不是指挥 服务跟指挥的差别 在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态度是谦虚的 还是不谦虚 不谦虚的服务 根本是在指挥 指挥就不是服务 你如果是带兵 带部队 你是班长 你对你的部下就是指挥 但我们服务 不是在带兵 服务就是服务众人 别人又不是我们的部下 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所以服务的时候 对被你服务的人讲话 一定要谦虚 有礼貌 否则 完全不像服务的样子 不墨守成规 不顾不自封 才能在变化中求进步 不短视尽力 不好大喜功 才能在守城中成长 那么 我们为什么要求进步 就是因为想要改变社会 为了想改变社会 提出了一些新的做法 然后去 让世界运作得更美好 但这个世界不仅限于我们这个小区块 这个世界是无穷无数的人群互动的一个共同的结构 所以我们这个小区块内部的问题 以这样运作取得良好的结果之后 我们这个小区块的情况改变 我们跟别的区块互动的状态 也因此改变 别的区块也会改变 总之呢 缘起 大家不断的在改变 不断的在改变的结果呢 我们的做法就也要配合的改变 你就要很敏感 很敏锐 因为去发现 怎么做会更好 好 那么当你发现怎么做会更好 你愿意去改变 就是不没守成规 不顾不自封 原来的成规 跟原来的步骤 不是坏事 是好事 是为了进步的目的 不是坏事 但是环境一直在变 我们如果懒惰 或没有勇气 或爱心不够 我们就会落守成规 顾不自封 所以有勇气 肯学习 同脑细密 发现环境的变化 又充满了慈悲心 爱心 希望更好 那就会 愿意在变化中求进步 虽然如此 进步是为了 利他整体的成长 而不是个人的工业 所以不会急功尽力 短视尽力 浩大 喜功 谁的功 我们自己的功 所以会希望事情 很快速 那这样子呢 就是为了自己 而不是利他的整体 所以要改变 但是要知道 有固定不可改变的 通常是精神跟价值 做法 通常都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精神跟价值 不能去改变 不能够轻易更动 否则呢 不知道目的何在 不知道价值何在 不白恨不愿意 就会少凡 少能 不计较 不比较 必然 多住 多远 这个 别人会得罪 然后呢 你会被得罪 然后你被生气 你会抱怨 然后就处于 烦恼中 烦恼就是 该得的 没得到 不该有的呢 被灌在你的身上 那么你就会烦恼 那在烦恼的时候呢 勇猛精进的事情 都没办法做 所以这个时候 就要重新去思考 目的是什么 目标是什么 我们都有长远目标 忠诚目标 短期目标 我们还有终极目标 我们还有阶段性目标 各位同学 只有终极目标是不变的 阶段性目标 都不是真正的目标 都只是达到 终极目标的阶段 阶段性的目标 达成了以后 就以为可以得到 什么东西 其实你不一定 可以得到什么东西 但是你一定有进步 但是你不一定 得到客观的什么东西 当你得不到的时候 就会怀恨 怨恶 就会有烦恼 就会对于终极的目标 当丧失道心或追求的理想 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自己执着于一些想要的目标 所以才会对于得不到的时候 对别人会怀恨 怨恶 所以只要重新反省 我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不是某个目标 某个阶段性的目标 某个眼前的目标 好 计较比较 就会让别人不舒服 我们对别人计较比较 就会造成别人的怀恨 跟怨恨 所以不要嫉妒 也不要羡慕 搞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不同的人 不同的成长的轨迹 不同的能力特色 一定不相同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 所以无需嫉妒 无需羡慕 不要计较 不要礼教 自在地跟别人相处 然后你就会有很多的朋友 朋友多 住人就多 住人多 你成就的事业就会大 成就的时候呢 到底谁得到最多的名利 又是要放下的东西 没有必要 所以世界成就才是唯一重要的目的 至于平常的生活 就是专心的学习成长 碰到什么事情 大家一起合作 努力 不只是跟自己同学合作 你要跟社会上的人合作 跟不同的国家的人合作 要跟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人合作 有时候你还得跟机器合作 还得跟电脑合作 才能够把事情办法 所以呢 平常努力学习 要做事的时候 就跟周围所有的人合作 这样就可以了 我讲这段话是要讲 平常的时候没有必要有什么很亲密的团体 尤其在社会上 没事的时候很亲密的团体 通常人机关系是很虚伪的 因为只是为了固守 少数个人 小众团体的特殊利益 有时候是不当的利益 所以平常没有必要有亲密的团体 做事的时候 大家都是合作的道理 这才是最重要的 做事的时候能够有很多朋友 就是我们平常人机关系经营不好 不计较不比较 不怀恨 不怨恨 凡事反求诸己 内在的思维增进我们的智慧 外在的苦难增进我们的福报 我一直在想什么叫做福报 但是众生本来是佛 那到底福报是什么 福报是你的财富 名誉 地位 吗 财富名誉地位再高的人 他有没有烦恼 他烦恼什么呢 别人不喜欢他 别人不听他的话 别人与他作对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就突然想通 福报就是 别人喜欢你 叫做福报 你要跟别人做事 他乐于跟你做事 你要帮助别人 别人乐于被你帮助 你需要请别人帮助你 别人乐于帮助你 你一呼百应 那这就是福报的 你想做的好事都会成功 我是这样想福报 肯接受苦难 则福报 福会被增长 内在的思维增进我们的智慧 就是你自己常常要去反思 常常去想 你有书可以读的时候 就是读书 让书帮助你成长 有事情可以做的时候 就是做事 让事情帮助你成长 这个过程当中 你都在反思 反思什么呢 目的 为什么 还有方法 步骤 所以要常常安排自己的作息的步骤 常常安排自己生活的步骤 常常做最有效率的安排 就可以学习的最多 效率的安排 就是因为 为什么搞清楚 目的搞清楚 所以缓急先后就非常的清楚 这就是智慧的增加 这就是智慧的增加 新运达自己有一件事情 让人非常的佩服 就是他一边吃饭的时候 可以一边看报纸 那么又可以一边听 这个弟子们跟他报道 待会也要做的事情 同时呢 这个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 拖了一张纸 手上拿着笔 会要写 待会演讲的时候 要讲的重一点 这样子 一心多用 就是有很多智慧 所以一个人要有智慧 要常常在用心想事情 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都是你的 你都在想事情 才会有智慧 然后呢 碰到外面的事情呢 你都好好地处理 别人有困难 帮他解决 他会喜欢你 别人心情不好 开导他 他会喜欢你 别人很骄傲 你很尊敬他 他会很满意你 别人很自卑 你很鼓励他 他会感激你 所有的人都愿意跟你相处 那就是你的福报 福报就是你想做什么事情 所有的人都可以跟你配合 这才是最大的福报 苦难可以增进我们的福报 苦难可以增进我们的福报 让你的力量更大 让你的朋友更多 以智慧降服自内而起的烦恼 慈悲化解自外而来的 那各位同学 你们有没有烦恼呢 有没有很烦恼的经验呢 那有没有很烦恼的以后发现说 原来烦恼好像来自于我自己的缺点 如果没有了这个缺点 没有了这个欲望 这个烦恼好像也就没有了 只是很抱歉 我的缺点跟我是好比的一种 很难改正自己的缺点 圣人者有力 自胜者强 所以我们要胜过自己的缺点 就是以智慧降服自内而起的烦恼 以慈悲化解自外而来的忧患 优患是别人加诸于你的身上的 优患还是别人的欲望所造成的 所以别人有不当的欲望 我们只能够要求自己划除不当的欲望 我们没有办法 这个灵魂跑到别人的身体里面 我们要求别人改变他的欲望 那怎么办呢 有欲望的人就是有烦恼 有烦恼的人就是会痛苦 痛苦的人就是可怜的人 正好我们有慈悲心 就见不得别人可怜 因为有慈悲心 所以我们愿意帮助我们 首先就让他 帮助别人 第一步就是让他 然后好好地相处 然后有机会去化解 所以化解别人对我的这个 找的麻烦 造成我的忧患 首先第一步 我们就去爱别人 就是慈悲心 别人这样找我的麻烦 就是他不可以用智慧 他用贪欲心 用执着 在找自己麻烦 从而找我的麻烦 从而找我的麻烦 所以他是值得被贬悲的对象 因此我发了慈悲心 而不是我发了怒 对别人对你的忧患 你当然可以发怒 很正常的反应 但如果想清楚 那是因为对方无知 执着 可怜 生命不自在 受到束缚 可以激发你的慈悲心 这样才能够化解别人的 加助于你的忧患 至于要花多久的时间 才能够让别人 不再对你 找麻烦 答案是 不知道 看你慈悲心有多差 在你还有慈悲心的时候 反正你都还hold得住 hold不住 慈悲心就会变成愤怒 愤怒你就继续劫恶的 全功尽弃 逻辑就是这样子 好 六道众生 无非过去生中父母亲朋 那么从佛教的轮回观 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 所以慈悲心要扩大到 一切勇情众生 故要无缘大慈 我们都会跟很多的众生 互动 接触有时候会是我们很内在 照顾他 跟随他 跟他学习 最好他不断的教育我 好好提升自己 好好提升自己 改变作法 从而成功 等经验 那你都成功了 事情难不倒你 你对这件事情有了神通 佛教这样讲 儒家也是这样讲 圣人不可知啊 圣人不可知 知为神 圣人跟一般人不一样 圣人就是责善固执 不断地做 做 他要一般人做的事情 也是他要自己做的事情 但是所有的一般人 都是半毒而废 圣人就是坚持到底 最后把那一件难做的事情 伟大的事情做成功了 一般的人都做不成功 都不知道圣人到底有什么秘密 把那件事情做成功的 所以一般人看圣人就是 圣人不可知知之谓 神通得不得了 其实不是 他就是单纯 持续 不间断 做 他本来就是要你做的 那件事情 如此而言 我们就半毒而废 半毒而废 可能是习性 可能是懒散 可能是好胜 总统个性的因缘 使我们半毒而废 但圣人不一样 持续就把事情办成了 于是他就有了成功的经验 下一次他就知道 更知道怎么做 有成功的经验把事情做成功 就是神通 所以不是 这个我们一般讲的 特意功能的神通 生活中有智慧 智慧就是神通 把事情解决好 圆满的解决好 所以我们也无需贪求 神通 那有手机人把手机拿出来 现在那个搞科技的 怎么应该帮助我们神通 手机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太多太多了 改天你买一个手机放在车上 你就可以开车了 你不用自己开车了 改天你把手机放在飞机上 就直接到美国去了 不必这个 去机场登机了 反正神通越来越厉害 科技就是神通 但是有这么多的科技 并不等于 我们能够把事情办好 所以能够跟别人相处 把事情办好 才是最重要的 才是你所需要的神通 这个心理当中 常常讲这个话 所以 无需追求 这个眼耳鼻舌身 六根骨头 那个意义的神通 而是能够把周围的事情做好 这是人间佛教的精神 就是把世界变得美好 真的是要追求的神通 圣贤不在向好 在慈悲的给予 圣贤不在神通 在智慧的辨别 圣贤不在灵感 在方便的妙用 不在妙堂 在人间的化学 那就是人间佛教 所提出来的典范 所以人间佛教的 修行者 要慈悲给你 要以智慧辨别是非 善恶对错 要能够有办法 方便妙用 有佛法就有办法 把事情办好 把事情办好 要办的事情非常多 建学校的事情 办教育事情 办活动事情 解决别人的困难事情 这个养生送死 生老病死之苦的照顾 都是事情 做事情要办好 有方便的妙用 所以不是在寺庙里面 自己安静 总有时间让你在寺庙里面安静 可是有更多的时间 要在人间形化 就是实践 行动 付出 照顾 众生 施舍真理是上等诗 然后 急功好义是中等诗 祭贫旧是下等诗 诗不甘愿是列等诗 我们讲 布诗 金钱布诗 法布诗 无畏布诗 财布诗 都是布诗 我们刚刚开始学布诗的时候 都还蛮舍不得捐出去的 这个时候叫做诗不甘愿 后来 我们舍得把物 物资 捐出去了 因为别人比我们更小 或者 我们开始不那么需要 那么多无谓的东西 既贫旧苦 因为别人有需要 而且它处在 没有就完全没有的情况下 我们愿意布施 可是呢 人为什么会陷入贫困 社会不公义 制度不健全 有恶人当道 就会让好人变成贫苦的大众 所以要追求一个 有公义的社会 所以急功 好义 社会正义了 就没有贫苦的人 没有乞丐 没有流浪案 社会更加的理想 所以追求理想的社会 公家的事情 当一回事 是自己的事 愿意去投入 去参与 去付出 处理公众的事 布施的境界又更高 最终是让所有的人 了解生命的意义 人生的目的 那就是施舍真理 不过重点是我们自己 了不了解 生命的意义 人生的目的 让你去讲 找个人来跟你辩论 能不能够三天三夜 你不会挡 对方已经换了三十个人 施舍真理 也不容易 要通透 透彻 书本上的道理要透彻 人事的经验也要透彻 才有可能三天三夜 施舍真理 不会被博打 好 所以我们看到 布施的层次 一步一步更深 我们先做到第一步 这样比较容易 好 修行者什么都可以失去 我有慈悲爱心 不能舍弃 因为没有了慈悲心 就不是修行者 没有了慈悲心 就是凡夫众生 好 学乎者什么都可以容忍 唯有毁谤佛教 不能姑息 那当然 别人毁谤佛教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要用暴力的方式 或也是用辩论的方式 而是要 公开的不赞成 但是态度当然也要好 然后就用我们自己的实践 把相信的真理 一步一步做出来 也不是用辩论的方式 也更不是用暴力的方式 所以不持真理 那就去实践 把它实现了 那么它就是最好的证 也无需再辩论 有道之书禁读 这一条告诉我们 读书的选择 这是 哲学的 思想的 真理的 宗教的书 讲道理的 全部都要读 而且呢 要读通 而且呢 不可以被打倒 不可以不理解的地方 而且能够融会贯通 这样对于生命的意义 人生的目的 才会搞清楚 清楚了以后 任何场合 碰到 厉害 是非 得失 会知道怎么选择 所以道理一定要透彻 意义在哪里 降低在哪里 民事之书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 就是专业的学问 物理学 化学 航空科学 建筑科学 心理学 法律学 教育学 等等 就是某一个特定的行业 在这个行业的书 你要尽量多读 你也不可能读全 你更不可能读全 天下所有专业知识 等书 那是不可能 也是不必要的 但一个特定的领域 是你自己的专业 那你就要多读 甚至尽读 所以 民事之书 多读 闲杂之书 你大概不会用 正在学习的时间 去读闲杂的书 就是休闲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读到 闲杂的书 休闲的时候 休闲的场合 你会读到一些 闲杂的书 其实就是稍微 调理一下 调理一下 但如果你闲杂的 时间太多了 你也很奇怪 所以你本来就不可能 有太多 闲闲没事干 而可以读杂书的时候 因为你一直有 该做的事情 当然你该做的事情 做好了 正好有空的 有点累 闲书可以看看 没有什么关系 刚才调理一下 就是这样子 至于教我们 为非作胆 散步不好的 思想的书 完全没有必要读 好 苦难要受得了 才能 堪当大任 堪受大任 气氛要忍得下 才能不能要事 私情要挡得住 才能交付重托 问题是 什么人才会碰到苦难 如果碰到战争的时候 大家都有苦难 没有战争的时候 神会碰到苦难 当然你如果不工作 不赚钱 没饭吃 饿死了 那也是一个苦难 但是天下太平 你又是个正常人 你又愿意工作 你怎么会碰到苦难呢 会碰到苦难 是因为你想要承担 重大的责任 你想要让整个社会进步 让整个时代进步 因为它还不够理想 所以我们想改变社会 就要改变很多人的 习惯性 执着性 缺点 患病 那么那些缺点 执着患病 会找你的麻烦 那你就会碰到苦难 对苦难是承担 重责大任的人 才会碰得上 所以不是一般人 有机会碰到 至于你自己懒惰 不工作 穷困潦倒 所碰到的苦难 那是另当别论 那既然要承担大任 要改变社会 碰到的苦难 就要受得了 气氛要忍得下 气氛忍不下 在生气的状态当中 不会有朋友 没有办法讨论的事情 讲的话出饮出气 所以忍不下气氛 这个 没有办法共同钥匙 因为你想要 有更多的朋友 讨论重要的事情 一起合作 因为你有想要 因为你有愿望 但是也正是因为你有愿望 想改变这个世界 世界不如你的意 来与你作对 与你作对的时候 让一时心气 不调 失调 但还是因为你有愿望 要改变这个社会 所以就一时的 心气失调 那我们要能够忍得下 才有办法改变它 好 私情要挡得住 才能交付 众托 在处理公众的事情 的时候 是大功于私 是大家平等 这个时候没有私情 对谁特别好 对谁特别松 那处理公众的事情 其实就是大案 因为有大案 所以有机会处理公众的事情 因为有机会处理公众的事情 所以你才有那个权利 去分配事物 分配物资 分配资源 不是分配利益 分配利益就错了 是分配资源 分配任务 心中为公的人 那些是资源 去认为 自私自利的人 那些都是利益 你在分配利益 那么既然是分配利益 就会任用私情 对自己人好些 对别人坏些 损人利己 所以呢 有私情 就是把公众的资源 当作利益来分配 没有私情 就是把大众的事情 交付大众来做 你只是在分配任务 分配任务 分配资源 可是你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是因为你要服务 所以都是因为我们愿意服务 有理想 需要承担大任 才会遇到这些考验 那么这些就是所谓的 考验 好 这是上课中的下课吗 上课 那今天上课我们下课一下 下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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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同学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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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继续上课 以爱 才能赢得爱 恨不能赢得爱 其实恨就是 恨爱不成 很想爱 爱不成 所以说恨 恨就是很希望爱 但就很矛盾 很希望爱 得不到就恨 以敬才能赢得敬 称不能赢得敬 这个 很生气就是因为别人不尊敬 很希望能够得到尊敬 因为你为别人做了很多 很好的事情 谁晓得恨铁不成钢 或者是爱他呢 反而被他生气 那怎么办呢 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就是诚意不够 爱的诚意不够 敬的诚意不够 希望对方爱你 因为自己很爱对 可是这个爱呢 就要付出 给 而且呢 常常必须是无条件 我们很希望对方爱自己 就会看到很多的条件 得不到就恨 其实是很想爱 所以无条件的爱 是很难的 无条件的爱 就是爱的诚意 非常有诚意 所以是无条件的爱 所以呢 还是要改变自己 提升自己 很希望对方爱你 但是重点是你很爱对方 既然很爱对方 那就一直爱 一直爱就一直给 而不管对方是不爱 你尊敬对方 其实希望对方尊敬你 既然希望对方尊敬你 那你就一直尊敬他 就不管别人对你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我们一旦设定了条件 得不到 恨就换来恨 成敬就换来恨 至于爱 什么时候换来爱呢 敬什么时候换来敬呢 答案是 不知道 但反正就是持续 持续就是有恨 就是诚意 所以诚意就是这样子 持续不间断 而没有条件 好 真理产生在这个寂寞中 各位同学 不断的爱没有条件 那时候有点寂寞 不断的静 而没有回报 那时候有点寂寞 但这就是真理 所以为什么它产生在寂寞中 只有你在做那一件 你知道是对等的事情 只有你 没有对方 所以会寂寞 耐得住寂寞 才有真理的产生 你才真正在做这一件爱的事情 静的事情 所以寂寞是很棒的一种体会 一种经历 很多人耐不住寂寞 不愿意寂寞 就常常找别人讲话 浪费别人读书的时间 你们的笑声让我有点差异 原来你们常常浪费别人读书的时间 知道就好 智慧 智慧产生在忙碌里 挨得过忙碌 才有智慧的产生 智慧就是什么 解决事情的能力 那你没有做事 你又怎么解决事情 没有机会施展你的常财 人都好胜 都追求成就感 那就扎扎实实的把事情办成 获得了成就感 成就感满足 但是好胜心要减少 好胜心是一开始的动力 但是重点是把事情圆满的解决 而不是自己得到荣誉功劳 越想得到荣誉功劳 事情越不可能圆满解决 表面上一刀切 造成未来更大的麻烦 越可能造了二业 所以越不要满足自己的好胜心 才越能够圆满的解决 跟前面爱一样 越想要别人爱你 越得不到你的爱 你就是不断的给就好了 智慧也是 好好做事 把事情圆满的做成 但不求那个功力功劳 名利 那个事情才真正能够圆满的解决 但是呢 你如果不去做事 你也解决不了什么事 有时候我会讲 让时间来解决一切 那指的是你对别人的不满 这样子 在时间中自己把它化解掉 至于别人对你的不满呢 时间很难解决一切 要等多久 大家一直不知道 所以你得去做一些事 智慧就是做事 把事情做好的能力 所以不喜欢做事的人 就不是学习者 不是学过者 真正的忍耐 是当人不让 这句话表面有点矛盾 忍耐 那你为什么又不让呢 这一点都有矛盾 当人不让 做该做的事情 做对的事情 顾全大局 你个人受到一点委屈 顾全大局 为众谋福 目的是为众谋福 所以个人受到一点委屈 忍耐 一定要办成这件事情 大部分人不让 很辛苦 花很多的力气 忍耐 所以各位朋友 小偷要等到 主人都睡觉 在外面忍耐 那就会叫忍耐 所以忍耐这种美德 是为了顾全大局 为众谋福 因此自己吃尽苦头 这叫做忍耐 真正的修行 自我健全 牺牲奉献 服务社会 所以修行 不是自己练成了 绝世的武功 这样子 而是不管你武功 有多高强 还是不怎么高强 你都在 做对别人好的事情 这才叫修行 所以 首先一步自我健全 但没有停止在自我 而是要给你 为社会服务 为社会服务的过程当中 才考验你的自我 是否健全 是不是没事的时候 不生气 碰到事情的时候 就生气 那健全就不够健 不够全 所以在牺牲奉献 服务社会的时候 也不断在提升 我们内在真正的 健全 好 所以要在服务的时候 才有机会 体会 修行的艰难 因为它本来就很难 好 不能忍机难平 就会随俗流转 就开始跟别人做一些 同样俗气的事情 不能忍苦耐难 就会怨天有忍 因为事情竟然不如 自己的意义 所以我又不能够持续了 也等于是诚意不够 不能忍病耐累 就会自怜自爱 我为别人做这么多的付出 这么多的服务 搞得我身体累坏了 生病了 别人还不来帮我 还不来配合我 就觉得自己很可怜 这样子 就很自怜自爱 那什么样的人在为别人服务 即使累倒了 累病了 还不自怜自爱 还会持续下去呢 用标准答案来讲 叫做道心坚定 但这句话因为太标准 所以他可能没感觉 用幸运大师在这边讲的话 就是 你有慈悲心 因为你知道别人很可能 你只是累了 只是生病 别人是受苦受难 所以一定要继续做 你就不会自怜自爱 自怜自爱就是 自己的付出 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 就会自怜自爱 表示关心自己不少于 怜悯别人 所以怜悯别人 必须无我 必须忘记自己 自怜自爱 就是在缩小自怜 忘记自己 持续的给 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大 反正不知道 也无需知道 知道的就是多余的 就真正破大 不能忍饥耐霸 难成就大器 后面 幸运大师有一句话 不遭人忌是庸采 遭人忌妒 就会讽刺 击 毁 人最大的毛病 见不得人好 见不等人好 确实 一般人都见不等人好 因为都觉得自己最好 这是我的执 我值 觉得自己最好 跟自怜自爱 都在缩小自我 因为自我很小 见不得别人好 对于有成就的人 会毁谤 会讽刺 我也常有一句话 你嫉妒谁 你就是不如谁 千万不要嫉妒别人 当场就输了 根本没打 你讽刺谁 毁谤谁 从菩萨的眼光 你就是输了 输了不甘愿 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绝对不要 击棒别人 但是要耐得住别人的击棒 这样才能够成就大器 因为我们还在前进 还在成长 还在服务 特别是当我们在服务的时候 必须忍机耐棒 因为我们要顾全大局 为众蒙福 就是这边 所以你得忍机耐棒 各位同学 击棒别人的人 敢不敢跟你正面冲突 他们都是胆小无数的人 来到机会击棒别人而已 他不敢正面公开与你 你只要不撕破脸 那件事情当没发生的一样 当没发生的一样 因为要顾全大局 为众有福 继续做对的事情 不能忍力耐乐 就以朝至或端 不要读错了 快乐有什么不能够耐的 越快乐越好 不是这个意思 是忍力的意思 忍得住利益的诱惑 耐得住 这个快乐的欲望的放纵 这样子 意思就是说 这个快乐的欲望的诱惑 我能够挡得住 那如果不能的话 那我们就追逐欲乐去 追逐欲乐的结果 就会朝至或端 所以 全部都要忍 那为什么要忍呢 就随俗流转 怨天有人 自灵自爱 不成大气 不幸会朝至或端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忍呢 就是对自己有期许 那么对社会有爱心 希望社会好 对自己有期许 希望自己成就大气 成长 孟子就讲 有天觉有人觉 要追求天觉 不要追求人觉 人觉差不多就是 人欲互相的 交换利益而已 如果一个人没有愿望 你也不必忍什么事情 你去一个学校就是有愿望 你去学什么就是有愿望 你去参加考试就是有愿望 你去找谁 你就是有愿望 因为有愿望要达成 所以就必须忍 所以忍 是因为有愿望 各位同学 愿望有为了自己 也有为了别人 我们现在为了自己的成就 有愿望 将来更长大了以后 就会为了别人而有愿望 当你开始为了别人 而有愿望的时候 就是你慈悲心跑出来 好 我们这一张题目叫做 词分心 经一分挫折得一分事件 挫折没有关系 本来就不是一秒钟就可以完成一件事情 但是 获得的事件就是知道艰难 也理解了人性的难堪 别人蛮可疑的 所以我们宽容 但知道下次要换的方式 终于事情可以做成功 所以不知道的人 以为事情很容易成功 有很多经验的人 知道事情不容易成功 有很多关键 那么有一些年轻小伙子 出生之毒 不是说不畏顾 而是说 不知道事情的厉害 以为别人做得成 我也做得成 假如做 就会受挫折 好 没关系 长见识 而不是就放弃了 就愤世祭祀了 所以就整天抱怨 怨天勇人 其实就是你没有见识 要多经验 如一分恨逆 长一分气度 恨逆是别人 找你麻烦 那么你忍得下 气度又更开阔 开阔就是 对于 对你有敌意的人 你一样对他没有敌意 一样对他友善 这就是我们的气度 省一分心机 多一分道义 少用机心 用机心呢 不正当的方式 办成事情 用机心呢 是去设想别人 可能的恶意 事先防范 都无需如此 以单纯的善念 明明白白地做 就好了 你用那个机心 A方案有B对策 B方案有C对策 C方案有D对策 26个英文字母 用完了以后 它有第27个方案 把那个时间省下来 用最单纯的态度 去做那一件事情 做完以后呢 再去做第二个事情 再去做第三个事情 你同一个时间 可以做26件的事情 你如果要用机心 你用了26招 你一件事情还没做成 所以不如单纯点吧 省一分心机 多一分道义 事情反而更容易办得成 愿机心招惹机心 道义呢 引发感动 这样 你只要能够感动得了别人 事情就顺利 容易办成了 有感动的能力 就是福报很大的 福报很大的人 就是他讲话 大家都愿意听 用道义 才会有这个效果 用机心呢 你用26招 人家又260招 没完没了 多一分退让 讨一分便宜 不退让的结果 冲突会更大 退让的结果 如果艰难一点 事情就解决 不退让的结果 冲突会更大 事情有能解决的一日 所以讨一分便宜 这个便宜 来自于你付出更多 所以我不记得在哪里读到 心理大师说 排难解分 你要有那个实力 排难解分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不做 你也不做 我来做 他们两个人的冲突 就被解决了 学一分退 要讨一分便宜 可是这个便宜 必须付出更多 才能够得到 事情的圆满的解决 有实力的人 就不怕事情多 所以没有什么闲的时间 读闲书了 因为你要做的事情 比别人多好几倍 加一分体贴 织一分误情 随时用心 对事情的了解更细 欲欺骗 虚宽大 算了 不要计较 放他一马 反正我知道 他骗我 对我不诚意 这样子 我还没有办法感动 对方 福报还不够 我自己多辛苦 多付出 把事情办成就好 欲 毁谤 不复仇 当然不可以复仇 复仇就是我们 嫁害别人 不管有什么理由 不管什么原因 原因不是理由 各位同学 原因 不是理由 你有害人的原因 但是那个原因不是理由 因为我们都不应该 伤害别人 所以被伤害就算 被伤害就算 逢毁办不复仇 遭家害 代以辞 不仅不复仇 还要代以辞 因为伤害你的人 是可怜的人 他心中有恨 他有烦恼 他没有办法化解 他用伤害你 或伤害别人的方式 在处理 在出手伤害别人的时候 他的身体 他的灵魂 成了一个伤害者的业力 他很可怜 所以 不复仇 要宽纳 代以辞 有机会帮助他 没有机会 也不要 结恶缘更深 这就是受苦难 以忍耐 所以 武功高强的人 整天在忍耐 但是也整天在做事 所以是非常地盲目 但是又非常地忍耐 不要以为忍耐的人 就没事敢躺在那边休息 因为他在忍耐 不是的 心里对于别人 对于你的苦难 加害 诡谤 欺骗 都在忍耐 但是你凭这一切 是透过你做更多的事情 好 善人是因我为朋友 因为 把因果当作自己 因为就是自己的因果 都是自作自受 所以因果就是自己 所以把它当作朋友 乐于接受 智人视因果为归鉴 聪明的人就看事情发展的过程 仔细地观察 仔细地观察 用心地去想 以为借鉴 愚笨的人视因果为法官 以为都是别人的事情 是法官在那边决定的 法官还不见得公平 所以就畏惧 排斥 因果 就没有把它当作是自己 把原因当作理由 伤害别人的原因 当作理由 不认为是因果 因果来的时候 是别人家住于自己 法官家住于自己 法官没有同情心 体贴我们的原因 造成的理由 那没有理由 有原因就有结果 如此而已 没有理由 所以幸运大师常常说 都是理所当然 全部心甘情愿 都是理所当然 有原因就有结果 中间没有理由 不必讲那么多理由 主题 恶人视因果为仇敌 就是明知如此 我硬是要干 我跟你为仇敌 我就是跟你对干到底 就是知恶而犯恶 好 恶人更可怜 愚人很可怜 所以善于智人 要多多帮助他们 有一种情况下 不可以帮助 恶人正在为恶 伤害众人 必须出面支持 当他没有在伤害众人的时候 要跟他结缘 和他相处 倒恶相善 这个时候叫做宽容 但是不是孤喜阳间 他正在为恶的时候 我们宽容他 伤害众人 这叫做孤喜阳间 所以但是后面你们提到 所以我们到底知道 宽容别人呢 还是我们不能孤喜阳间 那看个情况 好 慈悲 不是用来衡量别人的尺度 而是身体力行的道德 所以 我们不是去看别人 慈不慈悲 我们不是去研究菩萨 慈不慈悲 而是自己用多少的力量 去做慈悲的事情 所以是身体力行的道德 不是用来孤名钓鱼的工具 而是真心关怀的流露 那把慈悲用来孤名钓鱼 就很虚伪 很不舒服 好 各位同学 什么时候我们才有机会 没有碰到慈悲呢 就看你 看你敏感不敏感 你敏感 就能够发觉 别人需要帮助的事情 你都不敏感 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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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麻木不忍 如家讲 麻木不忍 人 仁爱的人 仁意已知的人 就是对别人的无私的关爱 就别人都已经受难了 然后呢你还不愿意关爱 就好像用刀在你手上割了一道 流血 痛得不得了 结果你不痛 为什么你不痛呢 因为你麻木 所以麻木就是没有人的自信 就是没有慈悲心 所以别人有明显的困难 就是你发慈悲心的时候 但你如果更有智慧 痛到更细密 你随时随地都会发现众人的需求 所以你智慧越高 越知道别人的需求 然后你能够给予 你的慈悲心力就更大 所以什么时候才会碰到慈悲呢 别人都已经受苦了 那你还不去给予 你就是没有碰到慈悲 或者是别人没有说出来 你又感受不到 你也没有机会有慈悲 所以慈悲的朋友是智慧 也是要有智慧 才能够把慈悲落实 慈爱为接物之要素 没有烦恼是强生的命绝 慈悲的人无烦恼 烦恼的人无慈悲 后面两句话就不容易了解 各位朋友我们在烦恼什么 烦恼谁谁谁不行 烦恼自己怎么这样不行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去做什么 我们就没有时间烦恼 如果我们开始去做利他的动作 或者利己的事情 所谓利己的事情一定就是学习 开始利己利他 那你就忙得不得了 你就不会烦恼 你就无需烦恼 其他就是接受利用的 这样子 所以慈悲的人 无烦恼 一方面是别人受苦需要的 二方面是自己受苦 造成的烦恼 自己受苦造成的烦恼 通常深刻的感思 都可以找到 关键的欲望厉害点 把它找出来 搞清楚是不是一定要 可不可以放下 或换个方式 那也就没有烦恼 那通常搞清楚的关键 是发现更深刻的生命的意义 提升了生命的境界 就搞清楚 我们面对的烦恼 的原因 以及减消的方法 所以慈悲就没有烦恼 烦恼的人无慈悲 一方面他没有时间 去关心别人 二方面呢 就是自己的欲望 求不得 正在想方设法 追求欲望的满足 这是自私的 这个自己的欲望的满足 通常会损人力气 所以没有慈悲心 只求自己欲望满足 而且还没得到 而且呢正在想尽办法 想要得到 烦恼的不得了 所以烦恼的人 无慈悲 所以各位同学 赶快搞清楚 我们在烦恼什么 然后把它化解掉 剩下来的事情就是 自己帮助自己 那就是学习成长 以及帮助别人 那就是运用智慧 好 金钱再多 总有用完的时候 开发心力 才是无尽的能源 因为心力是引擎 是满大的人生 它可以不断地动 人应重视心力慈悲之开发 要开发我们的慈悲力 那要怎么开发呢 那你要学习 各种能力 然后呢 有机会服务的时候 你就要去服务 那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可以介入的时候 那介入 我们刚刚不是讲吗 布施的第二种 第二种 急功好义 怎么样 急功好义就是介入 公众的事情 不要逃避 这就是慈悲心力的开发 要介入 介入就是你愿意服务 但服务之前呢 能力要提供 所以一天用八个小时学习 就学八个小时 16个小时学习 就学16个小时 更厉害的用24个小时 都在学习 所以不断地学习 烦恼者把小事变复杂 因为到处担心 因为没有心力 用能力 来承担化解 所以不断地担心 把小事变复杂 为了担心小事 获得患 就做更多的小事 去逃避 或者是怎么样 结果呢 事情就更加的复杂 好事也变成了坏事 充满了烦恼的人 都没有把事情想清楚 事情很简单 第一个 无我 第二个 利他 这是最后的标准 碰到什么事情 无我 利他 两个标准 就没有烦恼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学习 把努力培养上来 就能够做到能力 甚至更能够利他 智慧的人 把小事变成大事 坏人感化成好人 任何一件小事 你看到 看到了它的意义 那么好好地做 它的影响生理 就变成大事 碰到找你麻烦的人 你了解 它的束缚在哪里 执着在哪里 以慈悲心代之 最后感动对方 他会变成好人 至于什么时候 才能够感动 答案是 不知道 就继续做就对 信佛不是求神通 而是学习活动 卑制双命的精神 信佛不是求福寿 而是体悟 佛法因缘活报的真理 所以信佛是在改变 我们一般台湾社会 参加宗教者的心态 想的是福寿 一般民众 想的是福寿 有一些能力比较强 智慧比较高 的人想的是神通 我们台湾社会是这样子 我们信佛大使 这个观念中 彻底的导正 关键是学习 卑制双命的精神 然后有能力 改变社会 就是神通 而是体悟佛法 因缘活报的真理 就是福寿 因为从此以后 你心平气和 什么场合 全部自在 知道该怎么做 这才是最好的福寿 死亡的时候 也知道自己正在死亡 去了哪里 也知道自己去了哪里 生病的时候 知道自己正在生病 全部都是福寿 因为清清楚楚 然后呢 自己解决所有的问题 并且接受 应务 这样就是清楚 而且是学佛的人 笃信 因果 毕竟是有道德的人 因为 他绝对不会做 损人利己的事情 各位朋友们 有损人利己的事情吗 最终 最终 损人损己 绝无损人利己的事情 因为 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 在人间的道德上 就是最有道德的人 了解 了解缘己 就是事物变化的规律 那么他肯定是有 智慧的 因为他就可以 从中介入 在准确的时候 准确的做法 把事情 除了以后 世上最珍贵的举止 不损人 这句话大师讲过很多次 结缘就是跟别人 交谈 跟别人 互动 雇用结缘观 但 无人不善 的意思是 即便对方很令人讨厌 我们也不要放弃他 要跟他互动 不要把他当作坏人 恶人要打击他 要把他当作好人 要跟他互动 就是无人不善 他可能不太好 但是我们要跟他结缘 各位同学 菩萨救度众生 救度的人是谁 众生 众生有 所有人 所以学菩萨道 菩萨道行 就是要跟所有的人 互动 所以最珍贵的举止 就是跟所有的人互动 没有哪一个人不是好人 都是好人 都应该互动 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他可能 不太好 但是我们不要 弃绝对方 而是我们的心力 世上最伟大的力量 不害人 原来心力大师只有这一招 真的是只有这一招 雇用忍耐力做事 不是犯 就是人 我们前面讲 忍耐才能够怎样 忍才能够怎样 为什么要忍呢 因为你有愿力 对自己有期许 对社会有理想 叫做愿力 我们是要让这个世界 变得更好的人 所以我们有愿力 所以我们要做很多事情 不如意的时候 要忍耐 所以忍耐力跟愿力呢 二而一 一而二 所以我刚才讲忍耐力 你才能看到后面这一段 老经想到的就是愿力 就果然 世界上最艰困物的行为 不爱愿力 故用大愿行度人 无人不义 心大愿 做大事 让所有的人受益 所以人必须是一个 有愿望的人 愿望就是对自己有自我的兴趣 对社会的怀抱的理想 需要社会更好 所以结缘呢 是练条 让所有的人 守在一起 忍耐是不懈的坚忍 就是不要断 持续 否则诚意不够 要搞多久 不知道 但是持续不间断 愿力就是创造的魔法术 魔法 魔杖 这样子 不是这个 妖魔鬼怪魔 是魔法的 神通的 魔杖 因为他能够成就一切的事情 所以每个人要有愿望 有愿望 然后心想事长 不忍恨 不愿有 就是尊重的美德 就算 就放下 我的力气要用在读书成长的事情上 我的情绪 要用在做事情上 各位 做事情的时候 你必须面带微笑 星星大师说 待会会讲到 那你如果臭着一张蜂蜂蜂蜂蜂蜂蜂蜜 你做任何事情跟你互动的人 都很不愿意跟你互动 所以我们做事情的时候 要面带微笑 所以别人对你的伤害呢 赶快把它忘记 才可能面带微笑 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怀慈心怀悲愿 安乐的源头 慈心悲愿 可以原谅我们的仇敌 因为原谅的仇敌 你不去再伤害它 所以它也不会再加重伤害你 最重就是那样子 所以是安乐的源头 慈心悲愿 可以去感化恶人 恶人正在伤害社会 如果社会被它伤害了 你也不得了安乐 所以即便是恶人 我们也要用慈心悲愿来 跟它互动 不是帮它干败事 绝对不是 不是呼吸养间 纵违为恶 不是 而是要陪伴它 讲给它听 希望它不要违恶 所以以前看的电影 恶人要为恶 出家人就挺身而出 那宁可我受你一死吧 承担一下 结果感动恶人 就天下太平 大家获得安乐 所以呢 对坏人 慈心悲愿 是唯一的一招 不管是对我为恶 还是对众人忍悟 能受苦能耐劳 是成功的基础 多发心 多思维 是生命的昇华 所以各位认识 其实就是 只要你清醒的时候 不是睡着 打瞌睡的时候 你都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 而且是干了有意义的事情 那你就是一直在进 你正在聊天的时候 其实你会想到什么 说什么 想到什么 说什么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那就是浪费生活 你吃饭的时候 知道自己在吃饭 走路知道在走路 读书知道在读书 跟人讲话 知道正在讲对别人有意义的话 听人讲话 知道正在学习有意义的东西 你所有的时间 都在思维 这点是生命的生活 希望大家有任何一个时段 十分钟 半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因为时间是人类最宝贵的资产 你有多少时间 就可以做多少事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那个时间才是你自己的 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那个时间 不是你自己的 所以你 所有的时间都要思维 然后想正确的事情 就是发心 然后去做对的事情 好 今天的辛苦是未来的荣耀 今天的忍耐是未来的成功 今天在实践中成为过去 在成就上成为未来 所以各位同学 你今天要做很多事 你早上到现在 已经做了很多事 你现在也正在做事 如果有人现在没有正在做事 那是很可惜的 然后你待会下课以后 也还要做很多事 一直到睡觉 完全睡着之前 你睡着的时候 睡得很安稳 也正在做一件有抑郁的事情 调整你的体力 明天早上 精神换大 又是美好的新体力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做很多事 既然要做很多事 你就不要下课好了 那需要离开和自己离开 来把握时间 事丰日下 正是无人向上之间 所以 反求诸起 不是管别人 别人就是事死中的 本来就有很多的愚昧 无知就算了 但是我们自己要走自己的路 事路风霜 别人对你不好 练习的境界 事情冷暖 别人没有肯定 就好正好拿来 动心忍心 增加更多的功课 讨厌 事事颠倒 正是无人修行之姿 事事颠倒就是 事道乱七八糟 我们不能容忍 事道乱七八糟 所以要改正 所以要做很多事 所以是修行之姿 世间就是修行者成为的学校 那佛就变在一切 菩萨变在法界各处 都在救度 在陪伴 那学佛也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无需再感叹世间了 除非我们是文学家 那我们要比文学家更透彻一些 文学家沉浸在那个感叹中 进行描写 但是文学家能够冷静地观察 清楚地描写 这个过程 他的内心也在生活 那我们就是 已经经过了这样的讨喜之后 想要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正是修行之姿 理当无子 本来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好说的 没有什么好报的人 反正就是我来做 我来做 而不是你来做 我们看清理大师的生命的历程 全部都是我来做 自己拿起来做 所以这些猜跟谈 每一句话 我觉得都有看到 修行大师 他的内心 他可能曾经生气过 曾经受伤害过 曾经被冷暖过 曾经被风 曾经风霜过 曾经看过 听过 体会过 所以就写了出来 看着你 然后呢 就微笑 微笑的态度 面对愤怒的场合 愤怒无不消散 微笑的心情 处理沉重的吉务 吉务生润文化 微笑是因为 你想善待对方 你才微笑 你如果想要 让对方不舒服 你一定是 瞪了大眼睛 装得很生气的样子 怒怒而逝 对方吓坏 那就你没有 在善待对方 你要恐吓对方 但你给对方 微笑 就让对方觉得安全 觉得舒服 觉得他不会受伤害 甚至他能够获得他想要 所以微笑就是 慈悲心在 爱护众生 然后呢 处理事情 非常的烦恼 你可能 怨天有人 可能自怨自爱 自怜自爱 可能愤身几处 可能一边做事 一边暴怒 一边骤骂 那么这不是有智慧的态度 这么忙 都快来不及了 面带微笑 把那个生气跟担心跟害怕的情绪的能量 收起来 用微笑 保持那个水的平衡 然后第一秒钟处理这个事情 第二秒钟处理那个事情 第三秒钟处理第三个事情 然后就能够把所有的事情 在几秒钟之内 有26个英文字母 就26个把它处理 大家记不记得 西君大师说 时间是 一秒一秒再用 记得吧 还真的 不是假 你时间能够一秒一秒再用 就表示你非常的心平气 为什么要用微笑呢 因为有人在找你麻烦 这边也不舒服 那边也不舒服 但是你用微笑 这边搞定它 那边搞定它 然后处理很多件事情 世间才会变得更好 所以微笑是彻悟缘起的智慧力 你知道它为什么事情不高兴 它为什么事情不满意 它为什么事情愤怒 它为什么事情找麻烦 有时候呢 我们自己的干部 也会找我们的麻烦 所以有时候做弟子的人 不能够体会 领导者的用心 也会找领导者的麻烦 后面西君大师也有讲到 做领导者的修计要开拓 做部署的人呢 不要抱怨 要全心全意的帮助领导者 把事情办成 因为他想的事情是很多的 层面是很广的 必须结缘的众生人数是 无限的 我们不是只帮某一些人做事 帮某一个团体做事 所以无需求 这个团体的圆满 而是求所有的众生 的圆满 所以一个人在成就大师的时候 作为再好的朋友 再好的干部 不要说是你的仇人敌人 再好的朋友 再好的干部 也会找领导者 他不是害你的找领导者 他是爱你的找领导者 可是他的爱你的理由呢 是他要帮你布好你的团体 可是你的脑中想的不是你的团体 而是这个世界 无缘大死 同体大悲 等所有的众生 所以各位干部 我们领导 好 关键就在这里 公民富贵之前 退让三分 何等安然自在 人或是非之前 忍耐一些 何等悠闲自得 这个有公民富贵吗 有限的家国天乡 人间世界 有所谓的公民富贵 但是无限的宇宙 就谈不上公民富贵 就没什么好谈 就不要比喻了 大家自己想就好 那么就退让三分 安然自在 因为我们不是受限于一个什么的格局 人或是非之前 忍耐一些 就悠闲自得 反正人 就要在人事的磨练当中 才能成长 人事就会留 人无是非 就是忍耐才能够成长 好 这个退让 是因为我们超越了 你所看到的格局 你觉得你做这个事情 应该在这个团体 都得到什么位阶 但是没有得到 那你的退让 没有关系 因为你超越了 你所想象的 这个团体的这个位阶 在宇宙当中是没有位阶 对于你想要的东西 要放得下 你才能够忍耐你得不到 忍耐你被怎么样 毁报或者是误解 或者是伤害 因为你太在意这个东西 所以要学习放下 学习放下的关键 还是在于 我们的愿力 我们没有什么愿力 就只有利益 就放下 如果有愿力 就把利益看淡一些 就会放下 好 包容意见的存在 包容伤财的尊严 包容冤仇的伤害 包容无心的错误 算是在这个 当代人心思潮的 国际国防会的讲话 讲这个包容那一段 所以他是一个俊子 所有的包容 只是慈悲 所有的包容 那这个就是菩萨心潮 好 有过遭人批评 固然要 欣然接受 这个真心地改过 就好 但是无过呢 受人冤枉 也无需辩补 确实离自己即可 有过 好 有过 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 就心难接受 感过 可是呢 会不会有人 被指责 的时候呢 明明自己有所不对 却不愿意承认过错呢 当然会 这个人 这个人执着于眼前的自我 执着于眼前的利益 他不愿意再成长 如果他愿意成长的话 他不会执着于眼前所拥有的 那么他能够知过 感过 好 至于无过而受人冤枉 而能够不辩活 还能够自在 坦然 这是因为 这个人 关心周围的人 关心 那个毁谤他 指责他 对不对 所以他不仅关心好人 关心身边有关系的人 也关心得罪他 所以呢 无需辩活 确实自行 没有 没有就好了 所以他是 真的能够善待别人 才能够受不辩 去辩 对方又紧张起来 对方又生气起来 犯的错误更大 就无需辩活 那么你因此可能会失去一些什么东西 那就让他失去 因为你还在努力学习 你还有更多别的东西可以获得 那么 了解你的人呢 也不会因此伤害 跟着其后 不了解你的人呢 是否跟着其后呢 那决定于他的程度 以及他的怨力 所以一个人脑筋在想什么 都想着理想 就是自己成长 也帮助别人一起成长 都想着利益 就固守自己的利益 打击 利己 就会侮辱别人 毁谈别人 毁谈别人 或重伤别人 所以一切决定于别人的格局 所以自己受不辩 好 忍一句 祸根从死无声处 饶一着 好 切勿能争强弱 那一时火根变作白延迟 退路 便是人间修行路 好 所以当时常常讲 就是说 不管他碰到什么事情 他就会想 一直想一直想 左边想右边想 上面想下面想 就四面八方 就通通想清楚 就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呢 这句就留给各位同学的想法 修行者为什么要退一步 那我就不讲了 作为其末人作业 苦是人生的真相 知苦受苦人苦 要懂得除苦 苦可以成为我们的逆增伤 苦可以成为我们的羞耻法 那么苦为什么是人生的真相 其实问的问题 也不一定问得很好 就是看你去 广度的人相 深度的思辨 只有一件事情 把整片的道理串起来 所以这两题 能给各位同学做这个 作业题 好 忍耐不是退缩 而是面对人间不平时 使用平常心对待 忍耐不是灵 而是面对毁谤 疾疯使用直直心释怀 人间的不平 还有人间的毁谤疾疯 在心理大师的百年佛院里面 看到非常多的案例 好 那么 只有一招 就是忍耐 忍耐的真谛是什么呢 不是退缩 而是用平常心对待 对待了以后呢 对待了以后要把世主圆满的办成 所以是有愿力 好 至于为什么会有不平 为什么会有毁谤的疾疯 那就是 人都有缺点 好理好理 见不得人好 这么简单的缺点 好 这个 有时候都不好意思说 好理好理 见不得别人好 就会对别人不平 对别人毁谤 疾疯 那么 我们就要理解 别人受束缚于 这种好理 见不得人好的执着 它是痛苦的 是可怜的 我们绝对不要自怜自爱 但我们要怜悯别人 有慈悲心 所以放对方 我们自己多做 把事情做完就好 用执心释怀 用平常心对待 因为这世界还有很多的好人 这世界还有很多优秀的干部 他们是我的福报 正在努力地跟随着我 陪伴着我 一起去做那些好事情 所以我们面对这些不平 不要因此停止了我们的脚步 面对我们八分疾疯 不要因此停止了我们的脚步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伙伴 一起在努力朝向理想 而前进 看透了就知道 别人正在煎熬痛苦 所以用慈悲心可以化解别人对你的伤害 就可以忍耐 反之 面对人间的目的 你要去追求公平 你可能要心送 你可能要去跟别人倾诉 花好多力气在处理这些事情 毁谤你击碰 你要去反击 你要找理由 你要去想 你要去讲 你要去承担那个冲突 你的力气全部耗在那些事情上 你也会深陷痛苦 所以做正面的事情 做提升能量的事情就好 无需与负面的能量对抗 除非那个负面的能量 正在伤害社会 伤害重人 那就要挺身而出 牺牲小我暂时不行 因为为了共同正义 如果只是对我个人的 那我们就算了 因为我们一直在成长 我们能量越来越大 把我们要做的事情办成 才是最重要的价值 忍耐是为了利他 包括找我们拿来越大 忍耐就是为了让天下人更好 所以是为了利他 天下人也包括找我们拿来越大 好 储男储之人 做人做之事 忍耐化解怨恨 容敌我之人 量 父母之事 这一切都可以放下 所以越有愿意的人 想改变世界的格局越大 碰到的困难越多 越需要忍耐 关键在于利他 如果不是利他的这种愿望 不会有那么大的能量 胸襟一路忍耐 因为我们看着世界变得更美好 所以可以处男储之人 做难做之事 可以化解怨恨 容敌我之人 别人父母也没有关系 又不是天下人父母 某一些看不透 想不开 很执着 深陷于自己的痛苦之人 才在父母 少数人 不是天下之人 如果我们做的是对的事情的话 忍耐与坚默是面对毁谤最好的方法 实际与手法是面对伤害最好的 不应 再给他看透一点 什么叫做毁谤 什么叫做伤害 因为我们自己还有分别心 觉得自己被违望 因为我们自己还有好受心 觉得自己被伤害 还感受得到 如果能够 诸法揭空 如如不动 就没有感觉 用标准的答案叫做做到无我 这样子 只是很难 波人 无我 不过波人 无我 大家天天在听 没感觉 好 所以就是我们还有分别心 还有好受心 你就会感觉到被 毁谤 被伤害 因为可以做到你 你如不动 你如不动 就没事 没有感觉 更能够忍耐 所以忍耐是你的成就 是你的境界 是你修正的结果 所以 正量越高 境界越高 越没有感觉 好 那么 就可以了 别人对你这些 当作因果 就可以忍得下来 是你的因果 也是别人的因果 也是众生的因果 忍得主责备 才堪造就 我怕时间不够 后面西林大师有讲 学生的等级 低等的学生 是被老师虐待 还不退到心 他根本进来学校之前 就已经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 所以你怎么折磨我的美食 第二等呢 是被鼓励的 第三等呢 是被赞美的 这样子 最下的就是自暴自弃的 后面就讲到 不知道有时间 忍得主责备 才堪造就 责备是 对你有期许之人 各位人 我刚刚一直在讲 人要 对自己有期许 但是你这个人 特别的有福报 居然别人对你有期许 你看这是不是很大的福报 别人对你有期许 就会责备 对不对 所以忍得住责备 才堪造就 耐得住委屈 才能尽得 成长点点滴滴 不是每天在获得鼓励 获得赞美 没有鼓励 没有赞美 只有责备 你还是要往前走 受得住委屈 你才能够进步 不要一直想要得到 赞美 跟鼓励 第一等的学生 是在千死百难中 在折磨中 甚至虐难中 成长起来的 好 改变习气 增三分道念 人少分反倒 正十分不止 进步最好的方法 不是发现别人的缺点 那跟进步一点关系都没有 进步最好的方法 就是发现自己的缺点 然后呢 改掉你的缺点 你就进步 你发现别人的缺点 然后别人改掉 没有人进步 你蛮善良的 但进步的是别人 不过通常你发现别人的缺点 目的呢 是可能是要否刺别人 所以也未必是善意的 所以不要把地基放在 发现别人的缺点上 如果在座诸位 有人能够为自己 举出十项缺点的话 你是个头脑很清楚的人 那就一项一项来 来改进 忍得烦恼 变成正实跟普体 好 那前面说过 耐劳要耐怨 重疾更要尊人 耐劳是你自己在很辛苦 耐怨呢是 都那么辛苦了 别人还在找你 所以你心中产生对别人的 愤怒 愿是在牢上更争重量 所以就是 还不够累 还要让你更累 身体上累 心理上还要让你累 其实就是锻炼 把它当作锻炼 尊人是尊己的道场 我们对自己有期许 要成就 那么其实就是在跟别人互动中成就 在跟别人互动 希望利他 你既然是为利他而来服务的 又如何可以不尊敬别人 我刚刚有讲过 我们在服务的时候 不是我刚刚有讲过 是心灵大师这样 更正的讲 在服务别人的时候 要谦虚有理 所以我们在服务别人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指挥者的口气 那个是我们有傲慢心 所以任何场合 在为别人服务的时候 口气要谦虚 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谦虚 那就是有理就好 有理就是谦虚 有礼貌 地讲话 就是尊人 这才是更深刻的重极 伟大监局的任务 皆由坚持忍耐而完成 光明灿烂的前途 皆由精进不懈而圆满 命运就好 唯有真正受过痛苦煎熬的人 才更能体悟真理的崇高 唯有勇敢接受负面不平的人 内心才能有宽容的空间 好 我们要问问问题 为什么会有痛苦煎熬 那你放弃不就好 为什么会有负面不平 你就跟大家同流合乎就好 显然我们不愿意同流合乎 显然我们不愿意放弃不干 这样子 不愿意同流合乎 是对自己有期许 不愿意放弃不干呢 对别人有爱心 因为有慈悲心 所以你不会放弃不干 所以你给忍受痛苦煎熬 对自己有期许 所以可以忍得下 接受那个负贫不平 不会就跟着同流合乎 反正这样子大家比较喜欢 世俗中的人都是这样子 坏事大家一起干 就很快乐 碰到好人呢 就来阻拦阻挡 所以好人常常特别受到负面不平的待遇 那好人也可以同流合乎 就不会受到负面不平的待遇 可能会得到柔华富贵 然后你以为这叫公平 其实你是牺牲了社会大众的利益 那个不叫公平 那个也不叫柔华富贵 所以对自己有期许 愿意承担 不要同流合乎 接受负面不平 没关系 继续努力 好 千冲显昭记 忍让少数语 但我无得失 宽容绝恩怨 千冲显昭记 西运大师后面有讲说 只有庸才不受人记 但这边讲 千冲显昭记 这两句话也不矛盾 我们必须做一个有能力的人 但有能力的人 容易受人嫉妒 这个时候要谦虚 谦虚 善待别人 那个嫉妒你的人 得到你的福 得到你的尊敬 那他就不会嫉妒 因为你的能力 只为他好 因为你的能力 只为你自己好 光亮太大 照他眼睛都不睁 睁不开 肯定要嫉妒 因为你的能力 谦虚 尊敬他 尊重他 肯定他 对他做能力的事情 他就热爱你的能力 你的福报都增加 所以 千冲 前提是你要有能力 不要说会庸才 庸才没有机会被嫉妒 会被耻笑 没有机会被嫉妒 在被嫉妒的时候 谦虚 忍让 对于利益无等 尽量淡薄 因为世俗中人 最好能力 你得了 他就得不到 你就树敌 所以尽量淡薄于名利 就少树敌 就是忍让 那么 别人就不会 与你 为敌 能够对名利淡薄 就没有得失心 有得失心 就会患得患失 一个人 主在患得患失当中 就没有力气 学习成长 也没有 宽容的心 去服务社会 要有宽容的心 去服务社会 绝恩怨 就是不会造成 别人对你的 埋怨 怨恨 一个人这么自在 自由自在 你就能够勇勇精进 做 许多好的事情 好 宁可 宁可让人责骂 不求让人 宽容 宁可被老师责备 不要被学长 宽容 被老师宽容 愿你没做好 宽容 各位同学 当一个人被宽容的时候 就表示他被别人 赞美跟鼓励的时候 没有关系 你的资质是很好的 你继续努力 你听得很舒服 很高兴 你正在被宽容 但是 那如果不是因为 你没有 之前没有做足够努力 为什么 会被人家宽容 所以我们要 自我的期许 把标准定得很高 努力达到 没有达到而被责备 不需要被宽容 甚至负面不平 都没有关系 我们自己要把标准定得高高 成大功立大宴的人 是不是被宽容 不断地宽容 而成大功立大宴 在失败的过程当中 也许会被宽容 可是成功不是一路被宽容而来的 成功成功是一路 没有被鞭打而来的 所以宁可让我们责备 不求让我们宽容 别人不宽容我们 没关系 理所当然 没有必要宽容 我们对自己都不宽容 好 那是 自我要求 但是我们对别人 宽淡善良是没有的 我们要宽容 要给人家机会 失败要给别人赞争的机会 这样子 不过一个人不断地堕落 就会不断地希望别人宽容他 那这个就变成 孤惜养奸 容忽恶人 一个人努力 失败了 我们宽容他 帮助他 在一起 一个人 违恶 伤害社会大众 我们就要出面制止 否则就是 孤惜养奸 所以恶人正在 危害大众的时候 就不是我们该忍耐的时候 别人明哲保身 我们挺身而出 因为世间要有是非 公理 公事公非 公事公非 也是新疆常人强调的 对如何区别 什么时候宽容 什么时候要制止 而不宽容 他有上进之心 他犯错 无心的过作 等等 因为嫉妒我 而冒犯我不平 等等 毁谤等等 这些我们要宽容 但是 一个人正在伤害别人 伤害社会 伤害他人 毁谤他人 让我们要出面制止 我们的稳区 自己承受 别人的稳区 我们要追求 公事公非 否则就是 孤惜养奸 但因为你出头 你可能变成出头鸟 你可能被打击 中国儒学史上 应该说成就最高 在事工上成就最高的儒者 王阳明 就是在朝廷上 主张公事公非 然后被奸臣打击 然后呢 擦得没命 在过程当中 深刻的体会到 良知良若 所以成就 一生伟大的事工 而且成为儒家 哲学史上 孔孟之后 就是诸王 朱熹跟王阳明 就这个 儒学史上 孔孟之后 名号最想亮的 就是朱熹跟王阳明 王阳明就是干了一件 替好人 在朝廷上出头的事 只不过朝中 奸臣谈 但结果就 就真的很惨 所以呢 容忍恶人是养奸 如果不想养奸 有可能会无惨 要有心理准备 好 一时的忍让 换来长久的安乐 一时的委屈 换来最后的成功 各位 这个安乐 不是要你进入安乐窝 而是 有那样一个空间 来精进自明 换取成长的时间 至于 委屈 是为了追求成功 而所谓成功是 利益众生的事情 办好了 才叫做成功 争论 争论就是辩论 谁是谁 只有加深彼此的愿轴 所以不必争论 不过考试的时候 我把答案写清楚 考试的时候 不可以说我不争论 唯有谦让 才能化争斗为融合 猜忌 只有减损 互相的尊重 不需 逆炸 别人的用心 反正 少一分 鸡心 多一分 道义 这样子 唯有信赖 才能转排斥 为祥和 自私的人 小气的人 贪心的人 也希望被人家信赖 他也认为他是好的人 他就是气量小一点 不止一点点 两点点 三点点 但他也希望被信赖 被尊重 简单讲被当做好的 绝对是一次 你就 傻傻地 但很有智慧地 把它当做好的 他做得好 你就赚到 他做不好 你来做就对了 所以咱们转排斥 回想 与众生互动 世俗坚人互动 都是这样子 学习接受 接受现况的不合理 不再抱怨 叫做接受 而不是接受好 那我就安然于死 不是的 接受现况的不合理 不要再抱怨 然后靠我来做 是自我充实之道 所有不公平的事情 想当然了 理所当然 别人不需要对我宽容 然后我开始辛苦地学习 自在安忍之道 所以想当然了 当然了 理所当然了 不再求别人 那么自己也就轻松了 因为 你就去努力就好 失去的就让他失去 等不到了就让他等不到 你再去做下一件事情就好 凡是忍耐 是自由快乐之道 忍耐 不发怒 然后你可以做什么呢 你可以做的事情太多 你如果发怒呢 那你非得把怒气发完 把祸惹完 把气生完 把愁结完 你才能够走下一步 所以呢 下一步之后 还会变快 我的意思就是说 难非做的事情太多 不要在这里起冲突 只自由快乐之道 赞美别人 自修善言之道 你要先肯定别人 交很朋友 以后 可以做很多事情 不知道有多少 有很多 未来就有无限的可能 好 成人之美 那么 你自己也会获得 好的名声 助人为恶 你自己也会 恶免 都关键决定于 自己的一面 善恶一面 这个 助人为恶就不要讲 那本来就 为恶 成人之美呢 稍微不容易一些 因为我们都很想 自己成功 人都有一个缺点 见不得人 好 被成人之美 成人之美 需要有很大的度量 胸襟 不只是自己成功 别人成功更好 那么死悲心 菩萨心肠 不是凭追求自己成功 但小人莫名 毁谤人 欺负人 必损其应得 赞累人 帮助人 必争取福德 各位朋友要记得 我今天听福德 所下的定义 所下的定义 不是财富 名誉 地位 权势 而是 只要你跟他接触的人 他们都很喜欢 你 请他做什么 他们都很快乐 你这个人太有福德了 至于要做到这一点 当然你决定于 你自己 先怎么样对待别人 所以要别人怎么对待我 我就怎么对待别人 赞美我们帮助别人 别人就会喜欢你 你就有福德很大 走到那里都被我们肯定赞美 而不是被别人支持点点 甚至宫人 明白别人 明白因果 不怨天 了解自己 不有人 所以一切在 由我做起 机会就很大 如果我们怨天 有人的话 我们就停止在那个地方 不会进步 大人生死 不会进步 每天 说一些喜欢的话 每天 做一些地众的事情 读一些意志的书 度一些有缘的人 每天 都是我们实践的舞台 实践的道场 实践的跑道 那看你碰到什么事 就做 君子从不伤害别人 小人从不谴责自己 那你受伤了以后 你会想暴露 所以你就会伤害别人 你受伤你承受的起义 你才能够不伤害别人 你之所以承受的起义 那是因为 你有愿意 你有影响 你有此任性 你就不会暴露 不会伤害别人 君子绝不伤害别人 伤害别人 不管你有再多的原因 原因都不是理由 小人从不谴责自己 谴责自己呢 是你不想要损人力气 你才能谴责自己 否则我们常常都是损人力气 因此就 推着别人 这是君子小人要 犯错了 责备自己 是君子 那么 碰到事情 伤害别人 小人 不伤害别人 是君子 心中有慈悲 超然以乘机魂运之外 以服务为了 心中有力量 狼手以富贵 淫威之上 以奉献为主 这个力量 是来自于慈悲 因为你才能够把那个意义掌握正确 对于慈悲呢 众生皆有佛性 每个人都 这样 只是不知道你 那个Email能收到 有人没有收到 怪罪人电脑系统 那个 西洋哲学家 蒂卡尔 讲了一段话 大家把耳朵竖起来 良知是一种被分配的最公平的东西 没有一个人认为 上帝在这方面给自己的比给别人少 跟众生有佛性 那我听到你好 良知是一种被分配的最公平的东西 良知是一种被分配的最公平的东西 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 上帝在这方面给自己比给别人的傻 跟众生有佛性 人人平等 完全是 一样的 好 对不起 我这边还有十分钟 是不是 我跳一下 跳几条我画黑线的 比较刺激一点的句子 我看这一段话 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新领大师讲过这样的话 上等学子 接受施党的折磨 忍耐上纪 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 一切理所谈的 再困难过就是能力学习 中等学子 接受施党的鼓励之后 奋发独强 下等学子 他比较没有信心 那么他需要更多的赞爱 更多的爱 在爱的温暖的包容下 他可以成长 这样子 列人学子 什么都不接受 适事叛逆 那我就不要解释了 看看这四句话 好 这一次我看到 眼睛的一亮 处事 礼合 适合 还要加上第三个 人既要融合 其实就是 人 合了 才能够适合 而礼合 才有落实的地方 人生 已经有生老病死之苦 不要再加上 贪嗔痴慢 之地无苦 人生本来就是苦的 生 老 病死 这个生是因缘 老是必然的 病是一定会发生的 死是最自然的事情 不要接受 这样子 这几个接受就好 不要贪嗔痴爱 那会造成更多的苦 好 我们要守五戒 杀盗因忘酒 是应该把他改变毒品 可是呢 应该从第六戒 懒斗应该借 这话是 真的很有道理 所以各位同学 你如果不忙碌的话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在教室里的上课 是最幸福的 你正在成长 但是呢 这个 又是被安排好的地方 蛮尽 下课是最辛苦的 因为你可能得花很多力气 跟别人拉过 或者 你要很有智慧 善良自己的时间 所以不要担多 好 菩萨有师戒忍尽度 定会在家第七度 发行到的制度 不失职见 忍辱 精进 不失职见 忍辱 精进 智慧 这样子 那么这一切的一切 都要 都要靠自己 来做 而不是 这个 别人要求 或别人给你机会 来做 好 上港丈夫 风趣 幽默 如春风 吹拂万物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 他懒得一直在讲笑话 大家都非常高兴 非常轻松 非常自在 然后呢 没有杂念 妄念 恶念 邪念 这一点呢 我很清楚 做不到 中等丈夫 不可怜笑 如下阳 征考大地 那么让大家 很辛苦 很害怕 很畏惧 这样子 我也做不到 好 下阳 下阳 丈夫 怪你 怪他 如秋风 扫荡 若年 都是别人的错 小人从不谴责自己 我好像也不致力 烈恶让人 称济粗暴 如冬雪带来的灾难 那当然非常不好 这样子 我应该不治 所以 找不到我的位子 意思就是说 做不到这一点 人都应该做到这一点 好 再看看他有没有很厉害的句子 不遭人计是庸残 遭人计但不变计 不变至极 是真人的财 不被人禁 是人财 我们不要做到这一点 不管是什么人 都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 我们就受人尽忠 给人尽忠 却不生傲慢心 才是真正有能力 被人家敬重 就开始骄傲 端起架子 服务变成指挥 切记 这才是真正有能力的 服务 不要变成指挥 好 还有一段 好像还是这一段 这段讲过 有了感动才能够心脑 起念 任劳任务 感动才能够不愿不悔 有往之间 感动才能知足常能经济 感动就能够互相交换立场 为他人 着想 感动的同时 对方就发心 你被谁感动的时候 就表示你发心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感动别人的时候 就是别人的发心 所以感动跟发心是同等 同级的 所以做事要做到 能够让人感动 唯一的方法只有 诚恳 诚恳带来 至于别人 什么时候感动呢 答案是 不知道 这鱼叫号 不要跑到二 去找不到 我记得 我说的 就是 圣经大师讲 布施 才能够怎样 持戒 才能够怎样 忍辱 才能够怎样 精进 才能够怎样 这个 禅定 才能够怎样 那我就发现 就是说 你真正能够做到 布施 才能够 持戒 而真正的效果 就是能够舍 不要 都可以不要 持戒 才能定力 持戒 真的 持戒 做到 忍辱的力量 才出来了 碰到 你才能够 忍辱 忍辱 真的做到 你才能够 真正 勇猛 精进 真正 勇猛 精进 做好了 你禅定 智慧 禅定 才定得下来 得到 效果 好 那我们今天就 上课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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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